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圓 然後我們今天呢 又要來玩一個 砍樹遊戲了 是不是 那這款遊戲呢 跟我們之前玩的那個 在陸地上砍樹的遊戲不一樣 他是在 呃 一個海上 然後有一堆木頭搭起來的 居住地來砍樹喔 然後就 慢慢的可以把地擴大的感覺吧 那總之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小人嘛 我們就要來砍樹好不好 啵啵啵 我砍樹時間 我靠樹也是砍得非常快啊 然後我們把樹砍完了 我們可以拿去賣錢 OK 這樣我們就有超多錢了是不是 啊沒有我沒有賣錢 我是把它拿去 就是升級的 然後升級我們就可以繼續砍啦 反正就慢慢砍慢慢賺 砍完木頭 呃 過來 把它拿去 全部換錢 全部換錢是不是很虧啊 然後有了錢之後我們可以來解鎖這個 結果還是用錢解鎖啊 你剛剛木頭解鎖你用錢解鎖怎麼樣 那總之就是這樣子啦 反正我們就是慢慢的可以擴我們這個地區有沒有 感覺這個遊戲要玩蠻久的 不過無所謂我們就慢慢玩好不好 慢慢玩 我們就砍完東西然後拿去賣錢 然後這個東西呢就是這個到底是幹嘛的啊 喔它可以讓那個就是賣的價錢變多 就我們可能原本一個木頭可以賣一塊錢然後會變兩塊錢 我們先升到10級啦 因為我喜歡整數 我們升到10級之後我們就來開 繼續開那個島 砍掉砍掉 都砍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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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 OK 10級了 那剩下我們就可以來開這個地盤 不是開島開地盤 把我們這個地盤變得更大一點有沒有 喔 喔 你看有 有沒有又有顆又一顆樹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砍得很快有沒有 哈哈哈哈 還不錯還不錯 我們就砍得很快然後木頭越來越多我們跟風子一樣揹一堆木頭在身上 然後這樣全部賣掉超多錢有沒有 繼續開100多塊的一樣開下去 這是什麼意思喔 這邊的話是開18個地盤可以解鎖這邊是不是 來啊總這麼繼續好不好賣賣賣賣 這樣子20級了 20級啊 我們剩下的就來那個 開島嶼吧 開這個 這裡有個110的 喔怎麼了怎麼了laglag 這是幹嘛的 這是要 這是要幹嘛 這是要幹嘛 他是一隻海豹然後他是小幫手的感覺是不是 他可以喔他可以幫我砍樹 喔哈哈哈哈 這個遊戲居然不是請工人 我們就是一個孤 孤獨求生的人是不是 我們的夥伴居然是一隻海豹是嗎 我其實不確定我剛沒有看仔細 反正他會幫我砍樹啦 然後我們可以給他升級是不是 喔我們也可以升級他欸 升級他然後他可以幫我們砍快一點 今後我就可以不用自己挖啦 靠他幫我挖有沒有 我們就給他升速度加很快 這樣他就會一直幫我砍樹了 這樣不是很爽嗎 對不對 等一下我這個快要升到30級了各位知道嗎 我覺得我現在超猛 然後他背著一堆木頭 我就 我要自己手動來就可以了 因為他會把木頭搬去左邊那個地方 他感覺好像還好 欸什麼意思有鯊魚在打我 怎麼有鯊魚在咬我的木頭不行不行 給我滾 垃圾 升級升級 他這樣子會幫我提升速度還有那個容量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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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負責運東西賣錢就可以了有沒有 我們繼續開這個小地啦 開起來 有一個地盤了 然後下面這邊也可以開了 因為我現在錢還蠻多的嘛 就多開多開都可以開 這可以開 整燈 240的全開好了 哇一次開兩個 這是什麼東西 魚池 啊 laglag 魚池是什麼意思 我在這邊撈魚欸 各位看到嗎 我撈了一堆魚起來 啊魚可以賣錢的意思是不是 魚是可以賣錢的意思是嗎 不知道啊 我現在帶著一堆魚 然後呢 他是要叫我開這個是不是 因為他有個那個圈圈 幹嘛幹嘛幹嘛 我可以在這邊賣魚 他可以就是提升他的銷售價格啦 就魚的銷售價格 還有那個他產魚的速度吧 好像蠻費的欸 到底 我覺得在這邊撈魚 可是魚撈很久啊 有沒有 各位看我這邊在那邊撈很久 然後魚很好賣嗎 魚一條四塊錢而已 啊我木頭現在超多錢 我看一下我們的小孩包包 喔他包砍一百多個欸 然後我們來去賣 我們現在木頭可以賣三十塊 當然我當然是砍木頭啊 誰跟你賣魚 來我們繼續開格子 看一下這邊可以開到什麼 喔這裡又是一個新的魚池 欸我需要一個小幫手幫我挖魚 撈魚好不好 有小幫手幫我撈魚的話 我就升級 這是幹嘛的 幫我撈魚的嗎 哈哈哈哈 他可以幫我收集 收集小魚欸 我買一下 他就是幫我收集魚的有沒有 喔他會幫我收集魚 喔 我的小幫手越來越多了 哈哈 那這個是幹嘛的 這個是看廣告用的是不是 他就是幫我們 應該是雙倍的意思吧 可以讓我們賣東西雙倍價錢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我猜 那感覺就沒什麼用啊 我不如繼續升級我的這個有沒有 小海報 啊我小海報上到20級就沒錢了 然後或者是繼續升級我們這個 這個店面有沒有 這個升上去很爽啊 我在那邊自己做幹嘛 欸有鯊魚在咬我的東西 走開你這該死的傢伙 砍死他 這個其實做的還不錯我覺得 我目前有感覺到我有在玩遊戲的感覺 順便把這個也升級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升上去應該也是能夠稍微賺一點錢 然後沒事就來跟他們淋木頭有沒有 爽爽爽 我覺得我先把能開的都開一開好了 因為 目前的話他這些其實還蠻便宜的 就幾百塊我把它全部開一開 不知道會不會開到什麼更特別的東西 這邊又是魚池 這到處都是魚池啊 我沒有撈魚 我沒有撈魚別撈 我家有10k了欸 怎麼回事又怎麼有 我莫名其妙我10k了 我這麼有錢啊 欸不過右邊這邊也可以開了欸 我來看一下右邊這邊會開到什麼新的島 還是算了 我決定我先經營好左邊 再去經營右邊是不是比較好 先把它左邊經營起來 經營起來之後再去經營右邊感覺更棒 對不對 我目前是這麼覺得 喔各位觀眾我目前那個 這個海豹已經升到40幾了 然後我們發現他速度已經滿了 你知道嗎 剩下我再升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就是他速度不會這個很快了 這樣子我之後就不升這個了吧 然後我來看一下這個賣木頭 他這個還是可以繼續加 所以說升是ok的 那我覺得 我們先優先升這兩個東西好了 因為他速度是會上限的嘛 我們就繼續升 升級ok 他大概295%是滿吧 那我這一個也升到40幾了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很猛好不好 真的是猛到爆 剩下能升的就是這個了吧 這個我們可能也稍微升一下 但我自己是不知道要升多少啦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就看他們在這邊跑也是滿輸壓的有沒有 我也有點懶得自己去砍啊 總之我就可以在這邊慢慢等有沒有 然後就 欸 賣東西 賣爽爽之後 我繼續升級有沒有 爽爽爽 哈哈 好爽喔各位觀眾 這個就是財富自由的感覺嗎 我就在這邊看他們跑來跑去的 紓壓你知道嗎 我什麼都沒做我就看到他們在那邊跑 好啦 這時候我就先在這邊稍微等一下吧 等我們錢賺了更多一點 我們在 在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OK 觀眾我們這一個也升到四十幾了 我覺得目前就已經這樣子好了啦 剩下我要繼續去開右邊的東西啦 欸這邊不稍微在咬我嗎 我們先把右邊開一開好了 因為 有新的東西我們賺錢也會更壞嘛 應該會 所以說我決定先來右邊 繼續開圖吧 欸laglaglag 他每次開 這什麼東西西瓜 你在海上種西瓜 有沒有搞錯 海上可以種西瓜嗎 我覺得在這邊走來走去收割欸 那西瓜很賺嗎 西瓜一個賣九塊 可是要升上去 哇 他很多農作物 等一下要 我現在是在海上種田是不是 海上種田 我的天啊 這開始不太對了 來我們也沒有錢了 我們繼續回來領東西 然後左邊那邊可以開欸 左邊那邊我們也看一下那邊可以開什麼 然後這個 我們賺一下 我現在有沒有隨便一趟三萬六千塊 看一下這個 這個幹嘛的 這個是去哪裡的啊 他感覺是一個道路對不對 這邊一直往左邊跑欸 這邊 欸這什麼東西 寶特瓶 寶特瓶什麼意思 撈寶特瓶賣錢是不是 還是你在做什麼 大海清潔工作 這遊戲不錯很環保啊 教你們如何環保 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就是寶特瓶就對了 所以說我應該可以開到一個地方 專門叫豆包我採寶特瓶是不是 啊不是 沒有嗎 所以要我自己撈寶特瓶去賣喔 真的假的 這邊要我自己撈寶特瓶來賣喔 一個寶特瓶可以賣十六塊欸 還蠻賺的 不過我先不要好了 有動物願意幫我刁我再說 我現在不太想做那種事情 我先去開右邊啦 右邊也可以開嘛 然後這邊其實也有一條路 只是我們現在還開不夠多 所以說我先來右邊開一下吧 先來右邊這邊開一下 開開開 這邊九百三十塊而已 這邊應該要先開的啦 剛剛沒有先開 這邊搞不好開開更好啊 然後我的錢怎麼變那麼多 我怎麼五萬多塊了 發生什麼事啊 我什麼事都沒什麼錢變那麼多 沒關係我們繼續開好不好 繼續開 這邊就是一堆西瓜田啊 所以說應該會有一個動物 願意幫我刁西瓜吧 別跟我說沒有喔 這邊是紅蘿蔔田欸 我真的是開始各種開田地 你知道嗎 開始開一堆地方 種田 這邊是 喔這邊是 太好了 我有小豬了 小豬啊 然後這是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不懂他沒有血 是土拖鼠嗎 他會幫我採收對不對 太神了各位 我現在有人幫我可以採收了 好爽喔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錢嗎 我們繼續就領一點錢 然後來上面這邊開 上面也可以開的好不好 能開就開 哇各位好棒喔 我現在超開心 我找到更多免費勞工了 我們走走走 這邊是幹嘛的呢 這邊要三千塊 這邊很貴欸 這邊開這個超貴的 還好我現在就是錢賺很快 有四千賺 所以說我現在有這麼多錢可以揮火 不然這些東西是很貴欸 我還看到一個要七千的欸 這邊是幹嘛 這邊是釣螃蟹的喔 釣螃蟹的 我用兩萬塊可以叫海豹 海豹嗎 幫我撈螃蟹是不是 哈哈 撈螃蟹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這邊是幹嘛 這邊也可以開欸 我們要不要開一下 這邊又是一座橋是不是 喔我大概知道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另一個農田的吧 對對這邊是茄子 茄子的話下一個動物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能不能叫 動物 是三萬多塊就可以叫一隻豬 幫我們採蟹子 好像蠻費的齁 我現在就是動物大亨是不是 叫這動物幫我採東西 我的天啊 來吧 小豬 小豬仔 幫我採收農作物啊 交給你了交給你了 你一定要幫助我賺大錢啊 欸對這邊的話也可以開欸 就是螃蟹嘛 我還需要一隻海豹幫我去 找螃蟹 剛剛差點忘了 誰差點錯過 我們東西買一買 我們現在真的還是靠木頭和魚在賺錢 然後賺到錢 就拿來發展其他產業 這個 這個遊戲就會教你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有沒有沒有 靠他們幫我幫我採東西 然後我只要負責四處收稅就行了 有沒有 好爽喔 好啦總之就這樣子啦 我們就稍微玩一段時間看看吧 好的觀眾目前農的 約一個小時吧 然後呢我其實 大概只把我們的這個西瓜 西瓜 剩到四十幾而已 然後這個水榻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榻 反正它跑很快 那隻豬啦 然後呢這隻豬它已經 也升到四十幾了 剩下的都很難升 都太貴了 你知道嗎 真的都很難升喔 然後我現在發現 就是有一個東西 其實我可以升級 我們稍微走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賣魚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可以升的 可是 可能是因為我還沒有開到吧 所以說 我沒有辦法點這個東西 可能我把這些錢拿去 找一些其他地方開 可能就會開到 補大魚的地方 這個比較難過一點 那總之我現在七萬多塊 我已經 農得很累 說真的 我剩下的 就把我們現在所有的錢 有沒有 能開多少東西 就開多少東西吧 畢竟其實我也沒有多少地方 可以升級了啦 就 右邊那邊太農了 你知道嗎 我就盡量升 盡量開 把我這十萬塊都花掉好不好 這邊其實還可以開 這邊就是寶特瓶的地方 我還沒有開過 這邊也是撈寶特瓶的是不是 欸 不要撈寶特瓶 我要開一個 會幫我採寶特瓶的動物好不好 別鬧 一定 一定有 不要跟我說沒有 一定會有的 有一隻也好 應該就這一個了吧 就這個 找到了 找到這一個 幫我採寶特瓶的是一隻小鱷魚 WTF 一隻奇怪的鱷魚 他打算幫我 採寶特瓶是不是 我們先升到十幾 欸 寶特瓶怎麼感覺比較便宜啊 叫這鱷魚好像還比較賺欸 然後我其實可以升一下 這邊 喔他其實有 有不同的垃圾是不是 這邊有兩種不同的垃圾 一個是可以幫我採寶特瓶的鱷魚 啊 另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不知道什麼東西 可以叫小海豹 燈燈 OK 這樣子他雖然說等級不高啦 可是他也會幫我採這個奇怪的東西 OK 那我們就可以走了 這邊就開得差不多了啦 那我們就繼續 就一樣能開就開嘛 十幾彎應該上面這邊也可以開完 我們先把右邊這兩個開起來 登登 這是怎樣 屋賊是不是 欸開啊你在幹嘛 這邊應該是開三個就是 開屋賊的 然後會有一個動物可以幫我 採屋賊吧 欸這邊沒東西嗎 還是 要從這邊叫是不是 我覺得就是這個 沒關係我們繼續開 這是幹嘛的 這是另一個島欸 我的天啊 我沒有開到其他島去了 我感覺已經快要全部解鎖啦 我覺得再稍微花 加把金應該 就可以把所有的地都開出來了才對 我們就再稍微存一下吧 OK我這樣子的東西全部賣賣 下賣多錢 18萬欸 18萬應該又可以開很多東西了才對 而且這邊還有個東西 我們順便那個啦 叫一下叫一下 不要浪費 叫一隻出來他就可以幫我採東西了嘛 快去快去快去 這樣可以至少賺一點錢回來 那我們繼續看 這兩個 應該可以再開一點出來吧 不知道這邊是幹嘛的 這邊是幹嘛 養動物嗎 我現在要開始養小雞了是不是 我把動物當成 當成那個工具使喚 然後現在又要把動物當成食物來吃欸 我超壞欸 超壞 開開開 這邊是幹嘛 這邊是撿雞蛋的是不是 欸這邊是小雞 小雞不會下蛋好嗎 這個遊戲是怎樣 小雞會下蛋嗎 還是這不是小雞 這看起來不是小雞 它只是長得像小雞是不是 這邊還有三種不同的雞蛋 我的天啊 來再開 我還可以再開欸 這地方就是養動物的地方嘛 沒關係 我就直接把它開一開好不好 現在就是我們開地的時候了 反正我覺得我們前面也蓋了很多東西 領一領 賺錢 開地盤就對了 我看能不能全開啊 我們這樣跑一圈又19萬了 又可以繼續開了有沒有 來來來來來 這邊開一下 燈 欸這是幹嘛的 這邊 喔 這個就是 又是要幫我們工作的地方 欸給我動給我動 欸我卡住 這邊又是幫我們就是 採東西的吧 走開啊 然後 欸我現在是不是沒辦法再開了 它這邊解鎖是 這邊鎖定是要開115個土地 啊我只有111個 啊可是我已經能開的都開了吧 哇有什麼地方沒有開嗎 等一下 它是不是又BUG了對不對 還是其實它沒有做完 就它地只開到這樣子而已 欸 真的假的 我都開完了嗎 各位 你看我全部地方都已經開了啊 沒有其他的地可以再解鎖啦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欸沒有我找到了下面這邊有地 喔白癡喔 原來這邊還有地可以給我開 啊我知道這是什麼啦 這個就是那個 大魚嗎 這邊就是比較大的魚可以開的 喔好氣喔 我本想說可以玩玩這個遊戲了 結果它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開啊 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全開 我一定要全開 這個怎麼能不全開呢 那各位觀眾 我們要把下面這邊全開啦 應該是可以全開的吧 欸不要撈魚 不要撈魚 給我開 欸 我靠這怎麼那麼多快遞啊 不要再撈魚了 開地 不要撈魚 喔你給我開地 你在那邊給我撈魚 喔找到了 這個是賣魚的地方是不是 喔這邊是 這是幹嘛的 大象 這個又是 又是農田 這是種鳳梨的地方是不是 欸你不要種鳳梨啊 你趕快開地盤好不好 還沒開完啊 哇又沒有錢了欸各位 我們的錢總是失去的那麼快 你知道嗎 一下就沒錢 想到要把東西全開還是有夠 有夠花時間的欸 各位 我現在發現它還可以往外再開出去欸 我光這邊就開不完了 啊我覺得今天先玩到這好了啦 因為我這邊 因為我真的也玩了很久了喔 如果各位觀眾對這款遊戲還有興趣的話 好不好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 大家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搞不好會再玩下一集吧 也許 因為這個遊戲真的 它做得還蠻完整的阿其實 可是就是 就是農 不多說 就一句話 農 這個遊戲就是農 總之我先把這塊也開一開啦 這樣子我們這一個區域也都開完了啦 因為剩下就是又開 又要開橋去左邊和去右邊的嘛 總之我覺得我們今天再集就先玩到這了啦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